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第六題 那第六題的話 同樣我們也可以用就是 Ctrl Positive去證 然後 如果這邊你要用Ctrl Positive去證的話 它其實就是要證說 如果x不是6k加1 也不是6k加5的話 那x它就會是2或者是3的倍數 那這邊的話你就要解釋 跟我解釋說 6k跟6k加2 6k加3 6k加4 它是2或者是3的倍數 那我就會就是 就會是對的 那這裡比較會錯的是 大家有時候會忘記還有一個 這個case是6k 然後 少寫了一個case 我就只扣你1分這樣 然後我要就是講那個 Contradiction的部分 因為大家用Contradiction的話 它的assumption都會有點 亂寫 就沒有那麼的完整 所以我這邊仔細講一下就是Contradiction 如果我們令p是x的 是2或者是3的倍數 然後q是x是6k加1或者是6k加5 那我們就會發現原本的statement 它其實是 Not p implies q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p or q 那p or q這個東西去 negation的話就會是 Not p and not q 那我們看到這個式子應該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 再把它寫成就是文字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照抄 就是假設如果x不是2跟3的倍數 而且x也不是6k加1或者是6k加5 那如果寫出這些的話我就會 就是這樣子的assumption才是原本的original statement 它的negation 就是有些人亂寫就是並不是它的negation的話 我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我就只能給你5分 就算你後面證明是對的 那這裡後面的話就是 因為它不是6k加1也不是6k加5 那我們就剩下的選項有6k 6k加2 6k加3跟6k加4 然後這裡的話必須要寫出為什麼 像6k為什麼它是2跟3的倍數 有些人就直接寫6k是2跟3的倍數 6k加2是2跟3的倍數 6k什麼6k加3是2或3的倍數 就直接這樣 就全部都沒有告訴我說為什麼 但是因為這題它就是要你證 它到底是不是2或者是3的倍數 所以你就要寫出它可以變成2乘上某一個整數 或者是3乘上某一個整數 這樣我才會給你分 那如果沒有寫出它是把它拆解成2乘上某一個數字的話 這種我就會扣你5分這樣 對 然後最後還是要寫說它都是就是 就是有contradiction發生了 然後根據就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我們假設的東西它是錯的 那原本的statement它就是對的 因為你們已經對Proof已經有了解了 應該contradiction啊 還有助教也有幫忙講一下 就是怎麼樣的形形是邏輯不通的 怎麼樣的形形是 欸你是有遺漏的 那我們之後還是會有Proof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P&O Principle 還沒有教嗎 還沒有考嗎 那個我們就會 可能會注意一下 但是其他新的人還是會改的比較鬆一點 因為是第一次的 不過剛剛第六題 其實第六題我們出的時候 其實第六題其實是蠻有用的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寫Program會寫 會要建立一些Prim Table對不對 就是你要找一到一千裡面所有的指數 那你怎麼找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每一個數字拿出來 看看2能不能整除它 3能不能整除它 4能不能整除它 到N-1能不能整除它 如果都沒有的話它就是指數了對不對 對嗎 那你聰明一點點的方法是怎麼樣 你就不用嘗試到N-1 因為如果一個數它是 它不是直數的話 比如說隨便 20不是直數好 那它一定會有一個因素 是比它的平方根來的小 比如說20的平方根大概是4點多對不對 如果20真的是一個不是直數的話 它有一個比4點多的來的小的整數 可以整除它 非1的整數可以整除它 所以我們要測定一個數N 是不是一個直數的話 我們可以從2、3、4到4N 那麼多就可以體能 那但是這個還是 我們每一個數都抓起來去檢查對不對 那你再聰明一點點會怎麼樣 你發現2是直數的 你就知道了 所有的偶數都不是直數對不對 所以以後的4、6、8、4、6、80 你都可以跳過 所以你以後去檢查所有的計數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可以把所有你要測1到1000 你就是只測大概500個數字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再衝你一點點呢 因為你試了2、試了3了對不對 3也是直數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所有後面的所有的2能被2整除 或者是能被3整除的數都不可能是直數 那所以這個時候啦 你只測6k加1跟6k加5 類別的那種數 所以你可以跳得更多 就是2、3你測完了 你下一個去測6k加5的第一種可能就是5了 你測完5的話你是測7 測完7的話你測11 測完11是測13 測完13是測17 然後測19 然後測... 反正希望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是每6個數 你看6k加1跟6k加5的意思就是說 我每6個數裡面我只檢測2個數 所以我又可以把1到1000裡面 要檢測的數的數量 從1000個數 剛剛測到500個數嘛 所有偶數都不用看嘛 在現在再測多一點點 只要看大概3分距離的數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可以再加數 那你當然可以說了 我測到223 你下一個直數是5了 你可以弄一個很複雜的路 這是235你發現 這是可能 所有直數的可能性一定是 可能是30k加1 或是30k加7 或是30k加11 或者30k加13 或者30k加17 之類的 但是這個路就很難記對不對 你寫不懂你很煩 就是你要看完這個數 你現在要測哪一個 這很難 所以6k加1 6k加5是一般 我們去建立那個 所謂的prime table 時候會用的一個 一個加速的做法 但是再進一步的 可能這不會再這樣做 OK喔 大概就是這樣 好 OK 我們目前講過很多種 就是有一些東西就是 無論怎麼樣的情形 你都不變 所以呢 所以這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東西來協助你 在證明裡面 可以把它 簡化 那 舉個例子 什麼是不變呢 好 現在我們 講這個遊戲 是撿石頭的遊戲 就比如說 這邊有兩堆石頭好了 這邊有五顆石頭 有兩堆 不知道為什麼 有兩堆 這邊有四顆石頭 那現在的遊戲的規則 就是兩個人在玩 他們就是 每一次的 可以在其中一堆裡面 撿石頭 撿多少顆都沒關係 但是如果輪到 某一方 在某一圈 到他玩的時候 沒有辦法拿到石頭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作 輸 OK喔 就是你一直玩 一直玩 所以你不要輸的話 你就是要 務求在其中一堆裡面 拿一些石頭 因為你拿不到就輸了 對不對 拿多少顆沒關係 就是要拿就可以 那如果一開始是 五跟四好了 你覺得哪一個會贏 就是有兩個人嘛 一個是先拿的 一個是後拿的 那先拿會贏 還是後拿會贏 你覺得 先拿會贏 為什麼 他不可以 好 規則再講清楚 他可以在其中一堆拿 他可以挑這一堆拿 或者這一堆拿 好 另外一個人呢 到他的選擇的時候 他也可以在兩堆裡面 隨便拿 其中一堆 然後到 下一次到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在 這兩邊 隨便拿 拿 好 我跟三門一同玩好了 比如說 我今天 我假想 假想有另外一個人 好 有另外一個人 有兩個 好 假設我在這邊拿好了 我就拿兩顆好了 那另外一個人呢 另外一個人也可以拿 比如說他拿一顆 然後到我的時候 到我的時候 我就看到二四這個狀態 對不對 我就可以 這次我拿這個一顆也可以 他咧 他喜歡呢 他可以把這邊也拿一顆 這個他拿掉 然後我們不是比誰拿得多 是比誰不能拿 不能拿就輸 那這個時候我就拿一顆 欸他拿一顆 欸我拿一顆 欸他拿一顆 那這個時候到我了 我就輸了 OK好 那好 當然我這個時候啦 是我先拿的 但是居然我是輸的 但是有沒有一個 比較聰明一點的方法 知道 誰會贏誰會輸呢 你覺得誰會贏 嗯 先走的會贏嗎 先走的會贏 先走應該怎麼做 先走會贏 先走會贏 我告訴你 先走的簡單的方法就是 大家一定會有做過 我相信 就是我也做過的 抄襲的行為 那怎麼樣做抄襲行為呢 就是 我們把它叫copycat的行為 你就把這個拿掉 你就把它變成兩邊一樣 開始抄襲了 好他做什麼 欸他拿一個 好我就拿一個 欸他拿兩個 好 然後我再拿兩個 對嗎 超功課對不對 我 他拿這個 欸好我拿這個 那我就贏了 對不對 對嗎 那這個 這個為什麼我會贏 因為一開始 我就把東西拿到等同 對不對 所以呢 然後呢 因為我已經把東西拿到等了 相等了 對不對 他拿的時候 一定他一定會 只能拿其中一邊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不等的狀態 他變成不等的狀態 我有辦法 一定有辦法 可以把這個狀態變成相等的狀態 所以呢 每一次我的對手在玩的時候 他是從相等的狀態來玩的 那兩邊都沒有就是 書的狀態對不對 00就是數的狀態 00是相等的狀態 00是相等的狀態 我永遠都把這個雙 就是兩邊都相等的狀態 就是推給他 所以我就可以穩贏了 OK嗎 所以這邊的invariant是什麼 invariant就是相等 相等的狀態 那這個遊戲呢 可以有這個 聽得懂嗎 聽得懂 好 所以一開始如果 除非了一開始是剛剛好 不用說這邊是一樣的 這邊是四個 這邊是四個 你就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先走的那個就數 因為對手 你假設他也很聰明 他就會用那招copycat的方法來做 不然的話如果一開始是不等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你就穩贏了 OK 那這個遊戲可以推廣 推廣到什麼呢 我再多一對都沒關係 但是再多一對的話 那怎麼樣是相等 怎麼樣是不相等呢 對不對 那這個就很難定義 那有人證明呢 你們回去想想 這個有人證明是怎麼樣可以 判斷現在的狀態是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這個 堆的數 的數字 用二經維的方法來寫 二經維 五嗎 五的二經維是 一零一 對不對 然後四 四就是一零零 三呢 三嘛 三就是一一對不對 我就是零一一 OK 然後呢 就做 exclusif 那exclusif很簡單就是 欸 是exclusif嗎 找parity 就是看有多少個 是偶數的一 還是奇數的一 就是這邊呢 一一零的話 我就是零 OK 這邊有奇數的一 我就是一 這邊偶數的一我變成零 OK 零一零 那我們的 strategy就是把這個數 用你拿的方法 把它物求把它變成零零零 只要能拿到變成零零零 我就退給它 每次說有怎麼樣方法可以拿到零零零 其實有 有多少個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 好了 我就是從三的那邊變成是一 三變成是一 這個就不是一了 這個就變成是零 這個是零 那就會變成是零 所以我的拿法就是這樣拿 今天我拿 找一個人拿好了 Simon 協助 好 你要拿哪一堆 都可以 你不要拿這一堆好了 你拿這一堆 這太簡單了 變成是五四 我就會知道怎麼拿 好 你拿哪一堆 隨便 書定 最左邊拿一個 最左邊拿一個 那為什麼這個會書定 因為他拿這個 我就是 我怎麼拿 拿最右手邊 好 那他最左手邊拿一個 就是等於把這個變成 從一零零變成一零零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他就變成目前變回零零一 我就弄回零零零丟給他 好 你再來再來 不拿一個好了 不拿這個 拿 我控制他好了 因為他這邊怎麼拿的話 我這邊就拿到差不多 比方說他拿兩個 變成是一三四好了 一三四 好一三四 比方說他拿兩個 所以這個就不是五了 所以就會變成是一一了對不對 一 三四一 所以這個加起來是怎麼樣 加起來是一零零對不對 一 一一零 好 這個是零來的 一一零 一一零 怎麼辦 那一定會有一個是一 在這個第二個一之前 就是應該有辦法 就是這個反正就是這個大 大的拿一些東西 就是把它後面那補回來 所以這邊是四 你要把這個要變成是 又跟這個抵消 怎麼辦 就把一零零變成是零一零 同時把這個一拿掉 弄好這個 把最大的那個位置弄好 然後把後面的所有的位置都補回來 就是你把這個一拿走的話 你後面你喜歡變什麼東西都可以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把它變成是零一零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零一零 那變成零一零的話 底下又會變成零零零 OK 那零一零變成零零零 所以我現在就是變成是拿兩顆了 OK 然後呢 然後這個已經很簡單了 應該可以分析了 比如說他拿這個一顆 我就把它變成二二對不對 他拿這個一顆的話 我就把它變成是零一一 相等嘛對不對 他把這兩顆都拿走的話 我就變成是一零一 對不對 所以他不能拿這個 不能拿這個 不能拿兩個 好 這邊拿一個的話 我就把最後拿走 他拿兩個的話 我把中間拿走 他把三個都拿走的話 我就把這邊拿一顆 所以無論如何都塑定了 可以喔 所以呢 這邊的invariance是什麼 這邊的invariance就是 我要把那個exclusive all 是零的狀態 丟給他 永遠他開始的時候都是這個狀態 所以數的狀態是他 然後呢 我們只需要證明什麼 我們只需要證明呢 如果是一個000的狀態 他怎麼拿 一定不可能變成000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如果是一個非000的狀態 就是我的狀態 我一定有辦法拿 變成000 所以我就是要證明的東西就很少了 不用證明 所有可能會發生的那個 移動的那個 那個 那個順序 我只是要證明呢 不是000的狀態 我有辦法變成000 是000的狀態 沒有辦法變成000 所以 000永遠是歸他 非000的人永遠是歸我 我就不會輸了 他就會輸了 OK喔 大概這個ideaOK喔 那這個是invariant的第一種有趣的 另外一個 好 另外一個是 你可以跟你的弟弟妹妹 或者是小朋友去玩的 你找一個很大很大的棋盤 很大很大的棋盤 然後呢 你就是 這個棋盤就是 這樣有一些格的 對不對 然後呢 規則就很簡單 一開始了 你就只放一顆東西在左下角 好 每一次你有一顆東西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起 拿起不要它 但是呢 在上面跟右手邊要放一顆 OK嗎 然後呢 你也可以拿走這個 變成上面放一顆 右手邊放一顆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 這個時候我這個不能拿 因為我一個格子裡面 最多只能放一顆 所以我把這個拿走的話 我放一顆在這邊沒問題 但是這邊就會被頂住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這個還是可以拿 我就變成這樣 好 然後呢 你就畫一個這樣的 四三二一的那個範圍 四三二一的範圍 我先問你們 那我這樣拿 這樣拿 這樣拿 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 左下角的十個格子都清空 沒有棋子 就外面我不管 外面你可以 好像是逃走的 就離開 就是犯人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犯人 他一變就變 分身變成兩個 然後就一直走 有沒有辦法可以把這個四三二一清空 假設這個棋盤是無窮大的 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可以清空的 可以請舉手嗎 好 可以清空的 對 好像是這個可以再移開嘛 對不對 你這個來的移開 你這邊被頂住了 這個是移開一點 然後這個又可以移開 對不對 那 了解嗎 我再問一下 如果你覺得可以清空的 可以請舉手嗎 好 如果你覺得不行的 是不能清空的 可以請舉手嗎 好 嗯 壓對了 是不能清空的 那但是 怎麼樣可以想像 他是不能清空 因為這個是很不自然的 你看起來就是這個棋盤有無窮大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你要走一定可以走 那invariant就可以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現在你就是假設了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其實每一個格子裡面 它好像有一個分數 有一個分數 一開始就在那個格子裡面 最左手邊下角是 它的分數是一分 然後呢 上面旁邊的 這每一個都是二分之一分 OK嗎 然後呢 然後呢 在旁邊的是四分之一分 然後在旁邊的是八分之一分 OK 行喔 OK 然後呢 在這個 在旁邊的是十六分之一分 這 OK 十六分之一 如此類推 OK 那 有什麼是不變的 那一開始我是有一顆棋子在這邊 對不對 對嗎 那我後來呢 我們不是說把棋子可以拿掉嗎 對不對 我不要這個棋子 我可以把它換成兩個這樣的棋子 我就換了一個狀態了對不對 那但是這個狀態跟之前那個狀態 有什麼 什麼東西是不變的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欸 要走的可以先走 好 但是 對對對 要走可以先走 好 如果 有信心 再留下來再聽一下 可能十分鐘 可能要五到十 好 有 對 五了 五分鐘 好 有什麼不變的 有看到嗎 喔 很好 加起來是不變的 剛剛是你壓在一分的對不對 現在你是壓在兩個二分之一分 對不對 所以加起來是不變的 OK 好 那 做點就結束了 我們可以有辦法 沒關係 可以先走 我們可以有辦法可以算到 整個世界加起來的分數是四分 所以這個不難算 因為這邊就是一些 就是等比的那些數值 這排加起來是二 這排加起來是一 這排加起來是二分之一之類的 所以整個世界就是加起來是四分之一 然後 你知道了 這底下的人 加起來是多少 這底下加起來的是三點二五 也就是說 整個外面的世界 所有的無窮的外面的世界 加起來只有0.75 那代表什麼 就是你外面都佔滿了 不知道為什麼都佔滿了 你還沒有辦法可以把 你一開始的那顆一分吃掉 所以也代表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是 是怎麼樣 這是一定有東西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壓緊一點 如果你 假設棋盤不是無窮大 棋盤不是無窮大 那所以就加起來就沒有四了 所以你來到這邊 你把兩個八分之一扣掉 把兩個八分之一扣掉 弄這樣的一個東西的話 也是沒有辦法可以 可以逃離的 就是你不能逃離這個區域 連這個區域都沒有辦法逃離 就是不可以這個區域裡面都沒有 欸 我可能有一點講 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 沒錯了 好結束謝謝 謝謝 謝謝 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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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都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